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現在有一個桿子 上面有一個金屬環 上面有那個摩擦力 有洞摩擦力 金屬環上面有正電的Q 質量是小M 它泡在那個電廠房這裡 磁廠房裡面 那個琴角 這個琴角的話是膝大 它這樣掉下來 它掉下來他問 達終端速度 最大速度是多少 當他達最大速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磁力 磁力往這裡 因為v close b 磁力往這裡 這qvb就會達最大 當這速度達最大的時候 這qvb達最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當這速度達最大的話 如果它中端速度滑下來的話 這個時候這個下滑力 這個重力在這方向投影 要跟什麼抵消呢 這是電力 電力是qe 下滑力要跟電力在這方向投影 還有動摩擦力要抵消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是mz 這下滑力是mz sai sita 減掉 減掉這個 減掉這個 這也是sita 減掉qe 在那個桿子上面的投影 cos sita 再減掉那個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是m 那乘以那個什麼呢 正向力 這個會等於0 當它這個時候 就等速下滑 等於0的時候就等速下滑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正向力點多少 這個 詞力達最大 qe vr 減掉到什麼 減掉這個正向力 正向力先往這邊 再減掉這個 電力在這個方向投影 qe sai sita 還有什麼呢 還有重力在這個方向投影 再減掉mz cos sita 這會等於0 因為這個 環在這個方向沒有移動 那正向力就可以算出來 m就等於多少呢 m把m移過來 qe 減掉qe sai sita 再減掉mz cos sita 然後把它帶進來 我知道 這是 那個 qe 減掉 qe sai sita 再減掉mz cos sita 再減掉mz cos sita 還有 qe b 會等於這個mz mz 有這一項 後面這一項 那 負務得證 負務得證 負務得證的話 就是sai sita 這要多少呢 這 mcos sita 然後 然後 還有呢 qe的部分 這裡有個qe 減掉qe cos sita 那 負務得證呢 加qe呢 mqe sai sita 等於是 加 這 負務得證 qe抽出來 mu sai sita 那 減掉這一下 這一下是cos sita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 v 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時候 v是達最大速度 這等於到啥呢 等於是 n q v mz sai sita 加mu cos sita 再加qe mu sai sita 全 cos sita 好 那這個就是 答案